好 惹来争议的还包括了很多人都知道的鼎泰峰 这可以说是观光客最爱来的地方 但是这回怎么也传出这占地经营 败诉必须要还地了 由于我们知道他的这个中校分店 之前就被控诉说占用了大楼空地 遭到70名住户联名起来提出了诉讼要索赔 那么最后法院依照了地震机关的见解资料 认定鼎泰峰确实有占地经营 所以判决鼎泰峰中校店必须要拆除两台冷气主机 返还占用的土地 同时也必须要赔偿大楼住户 一共是两万四千四百九十块钱 那么鼎泰峰其实很无奈地说 这是房东跟着大楼住户之间 因为管理费所衍生的纠纷 但住户是要求鼎泰峰必须要拆除 包含冷气主机等地上物返还土地 显然是有权力滥用以及违反诚信原则 所以这个部分他们还会继续上诉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